今天我想向大家演示如何从我们平时吃的芒果里面的种子变成树 首先的话要把这芒果的肉去掉 就变成这样 这里有一颗我已经准备好了 首先的话把这肉去除干净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谷的地方就是种子 我们用剪刀从另外一刀剪下去 剪开了之后我们就能看着种子在里面 然后拿把小刀沿着这个缺口把它切开 小心手 需要注意的话就是不能删到这个种子 看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种子就在里面 打开这个壳了之后我们要把这个黑色的衣要去掉 去除干净 去除干净了这个衣了之后 然后我们要用水把它冲洗干净 冲洗干净了之后就是这样 网上有这种教湿纸巾方法就是把这个纸巾湿了然后把它包裹起来 我试过这种方法但是感觉效果不是很明显 我现在用另外的方法就是 先准备一个密封袋 然后一个是塑料袋 首先我把塑料袋洗干净 并且让它湿润 把进湿的那塑料袋放到在袋子里 然后这是根长出来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这已经长出了一点点了 然后一头朝上 另一头要让这个塑料袋包裹起来 这样能给它水分 千万不要把这根长出来的地方给封死了 然后再吹点空气进去 密封起来 放到黑暗的地方 并且温度高的地方 两只商店换一次水 这是我之前做过的两个种子 拿出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的话 这个种子根已经长出来了 已经有黑色的根出来了 然后它的树苗的话会从这个地方长出来 等一下我教大家怎么把这个种子种到土里面去 这是第二个种子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已经根一直长出来一点点了 这个比较嫩 我现在已经把刚才放下的种子拿出来了 现在是这是我准备好的土 先挖一个坑 先挖一个坑 把这个根朝下埋 要留点空气 不要全埋 埋到土里面去 这根给这个种子发芽 芽会从这里长出来 然后浇一点点水 好了 就每天检查一下它的发芽情况 我现在把我之前的一至八天的那个已经发芽的种子 贴出来给大家看 看看它这个种子长得很快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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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好 再来 你们可能注意到了这叶子有点发黄 那是因为长了一周之后 这个苗在这小的容器里面已经长到底了 长得很快 后来我发现了之后立马换了一个大盆 现在的话长势很好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另外一个已经发芽了 这个方法是我自己亲身实验过的 很好 这样可以免费的得到一颗芒果树苗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尝试这个方法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拜拜